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的是转客 转客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一个艺术工作 请问转客是什么呢 其实转客 他老实说啦 他主要其实大家的认知都是书画 就是好像我们盖章 就是那个修 就是你做了 画完你的作品或者写完一幅字 然后最后你就签你的名字 最后就盖你的姓名章 大多数人家的认知都是这样 可能其他的帝国 假像可能日本和韩国 这个印章是很重要的 一个是日本 韩国或者台湾 因为他们上银行或者办什么手续 他们出了签名 他们还需要盖章 所以对新加坡来说 我们真的可能看到书画的时候 是书法的时候 还是水墨画的时候才会看到那个印章 是 是 是 比较很难把印章 或者分为一个比较独立的艺术形式 所以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只是那个红红的 就是那个释放的 释放盖出来的效果 是 所以可能大家的认知都比较停留在于那个部分 是 所以我们讲转客的时候 我们是到底谈那个非常有用的那个印章 还是谈所谓艺术品 其实整个就是整体 整件东西 当然也是有一些人展示整件 可是那个就比较特别的 就是钻客展或者什么 OK 是 可是最多人关注的都是底下刻了什么东西 改出来 所以说其实钻客是 是指下面的还是指下面的 钻客其实它是比较像是一个名称或者一个名词来的 其实它是一个动作 钻是一个什么动作 钻是很像我们设计 钻然后刻就是我们用刀刻进去这个石头 它是比较 它是比较一个行动的词 因为这些我们都把它归类为印章 OK 所以这些是印章 是是是是是 所以钻刻是the action 钻刻是那个action 钻刻是那个action 对对对对 所以可以可以是也可以是 刻底下的印也是可以刻上面的那个印章的那个 对对对对 上面通常我们是刻边款 就是这些是他们刻的 就是边款啊 然后有一些就会弄在书里面 那个就等一下可能会给你们看一下 OKOK 可是主要都是盖出来的 盖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要 还有钻刻都是刻字了是吗 也不是也是有刻图案 可以刻图案 其实很很普通的就是生肖印啊 好像他们盖在这些书画作品 有时候可能这个画家 像今年是兔年 他可能属兔 他也可以盖一个兔子的印章 所以十二生肖啊 有一些都其实都有图案的 图案章 是是 可是呃 我是想问如果我们只是 我们 刻这个印章对吗 我们要几次用呢 呃 他其实有好几种 呃 我这边 等一下我也有对章 可能新加坡不流行 是 就好像 呃 台湾可能流行 对章就是那些龙凤章 就是很像人家结婚哦 有时候你祝贺他你就刻 龙通常是刻这个丈夫 夫君的名字 然后 凤就是太太的名字 嗯 也有 大多数人家都是 呃 开始都是姓名章 很多人都是姓名章 是 然后过后可能就有一些收藏章 嗯 或者给予章 给予章 给予章是什么 给予就可能人寿年峰啊 啊 这些或者吉祥如意 嗯 然后也可能有生肖章啊 等等 是 是 也有一些收藏章 所以其实是看他们的喜好啊 啊 看他们的喜好 OK 可是我们要印在哪里呢 呃 有一些人好像书本 可能现在也是少 有些人书本 他几时买了这本书 他其实有写 然后盖一个印章 啊 就是好像是一个信物 啊 就好像这个是我的 你的东西对 然后当然一方面是 书画作品 嗯 也有一些人是纯粹收藏 是 纯粹收藏 所以他收藏的时候 他是收藏 呃 他是收藏 呃就是说收藏了 然后要的收材 把它盖引来看一下 因为你是要 你是要收藏那个 下面那个印章吗 是是是是 其实收藏有很多种 啊 或者这个石头特别 啊 有一些他有一些漂亮的雕刻 哦 他们收藏 或者那个句子对你来说很有意义 啊 或者你啊 有时候你也可以要求这个专科家 就是很像commission 是是是 你可以commission你的书 写他特别的东西 啊 写他特别的东西 对 所以很多种种形式 是是是 所以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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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章或者石章啦 如果是石头或者是 图画的图章 其实都可以都是一个章 章啦 所以看你他是怎么样的那个material啦 所以是石头的还是木的还是 嗯 是 看不同的材料 对 像刚才我们讲到呃 对章对吗 所以对章就是就是一对的啦 嗯就是一对的 就好像你刚才讲这个是龙 龙凤啊 龙凤 哦 是 所以这些是 ok 所以我们需要买的这些 石印 然后 石 石头 石头然后采取一刻 是是是 哦 ok 哇这个很大啊 这个 嗯 它通常都是 它的图端都是一样的 就是好像这个 其实它是一对的 所以刚刚好 你可以看到 龙凤 哦 所以它是一对的 那个也是 其实它是一对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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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stone itself 那个石头本身就是一个一对的 它其实是一块石头切出来 啊 ok ok 所以它的花纹就是它的纹理是一样的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才是一对啦 啊对这样 所以 ok 我们都会找这个 然后才去特别去刻我们要刻的那些 嗯嗯 对章的那些词语了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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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好奇 所以每次那些这些刻都是 ok你刚才讲有石头对吗 嗯嗯 所以不同的石头都可以的吗 嗯 也不是 其实它 它 我们刻的这种石头 它属于软石头 软石头 它其实是叶辣石 ok 然后英文它们是叫soapstone soap就是那个肥皂 soapstone soapstone 它是比较软的 ok 因为它有一个硬度 它其实是 它有一个硬度 硬度 是差不多2到4 ok 很像我们讲 啊 那个钻石哦 有一些是10 是 它有好像1到10 然后我们的钻刻刀 可能是6或者7 就是它的硬度 ok 所以我们每次刻的那个石是差不多2 2到4 对 2到4 也不是所有的石头都可以刻 嗯 ok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就是买 已经 已经知道是可以 可以做为 那个印章的那种 嗯 是 不是说外面随便去拿一个石头 不是外面 去捡一块石头就可以刻 ok 所以就是要 要刻是先要准备这些 是先要准备这些 然后是可以做做刻的那些石头 嗯 ok 所以不同的石头有不同的硬度啊 所以会有不同的方法啦 嗯 好像这个也是一种石头 可是它是 它是有一点形状的 对 这个我们叫随形 随形 啊 就是跟着那个石头的 啊 然后这些就是方张 方张 就是切出来 切到四四方方的 ok 所以这个是方张 这个是随时 然后这种呢 已经刻的很美了呢 这个就是 其实这种很多就是收藏价值 哦 人家喜欢啊 有一些 这些比较大件的哦 好像我们这些 也是这些 是 他们是叫百件 百件 就是可以Display在那边 哦 可以摆设 所以印章有一点好玩的就是 其实有时候人家 可能也很喜欢这个石头 就是他们把玩 把玩就是拿来手上玩 这个就有一点像古董 古董 古董街他们有说包浆啊 这个东西久不久就是这样 他们有一些就是拿来把玩 哦 所以有一些人收藏也是因为 这个雕工很细 是是是 因为其实这些也是请师傅雕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另一个师傅雕的 然后我们是雕下面那部分呢 啊 其实这些都是 都是已经雕好的 哦 因为这些可能很大间的 他们用机器 不是熟客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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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都是要摆设的啦 然后 当然你要客也行 所以你可以买了之后 决定哦 我们要Customize它这样 把它弄成特别的 然后再客下面 是 嗯 ok 所以美式 就是说我们没有 在外面没有买到 已经 已经是这样 然后下面已经客的吗 呃也是有 也是有 因为 因为我自己有客 所以通常我买的是 数张 就是还没有客 数张 就是只是那个 食材 我们讲只是原食 原食 如果已经买有客的叫什么 呃印章 哦就是印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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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就不能说你要客什么了 所以你可以买了数张 然后再Customize 是是是 嗯 ok 市场上也有那些客好的 客好的 其实你也可以 印章 其实这个装客有点好玩的 其实你可以把它磨掉 哦 就是甚至有客过的 你可以把它磨掉 很像我们客了 盖出来不满意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磨掉 就磨掉一点点 哦 用沙纸磨掉 哦 然后再客一个 然后再重客 但是你的印章会越来越短 会越来越短 就是说如果我在外面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印章 就是那个free form的石头 是 ok 然后这间呢小小刻的 小小刻的 也是 也是可以摆设的啦 摆设的印章 对对对 然后这些还有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传统的那个 啊 这种就是我们大概认识的 嗯 它有一些这个我们就叫薄骨 薄骨就是很浅的 好像浅浮雕这样的 啊 啊 这一些 这一些深的 大个的 这些我们叫牛 牛 啊 就是那个牛扣的牛 啊 啊 硬牛这些这些都叫牛 哦 啊 就是因为以前其实很早期哦 嗯 啊 那些 官员其实他们都佩戴在身上 佩戴在腰间 哦 所以之前他们很多都是类似这样的 像坠子这样啊 啊 像坠子这样 然后他们口袋都有锦囊 是是 以前他们的钱袋都放在这里 是 所以当时的那些可能文官啊 武官 他们其实都有佩戴呃 他们的银杖 有时候他们就挂在腰间 哦 所以他就形成好像一个牛的动作 哦 所以上面这些我们都叫牛 对 刁牛 他们说刁牛就是刁这些神兽 哦 可能是狮子啊 什么等等 嗯 啊 然后这些就是因为这些是很浅的啦 对很浅的 嗯 嗯 其实还有我还有一些其他呃 呃 四边都有刻很浅的 哦 四边都有刻很浅的 啊那种是叫博弈 博弈 就好像这样啊 就很漂亮的 就是有那些不同的图案 这个也是龙峰 嗯 这个就好玩 这种就他镂空 有一些 所以这些技术比较大 哦 所以你说里面还有 它是空的 嗯 是 这个没有 这个 这个比较小 那个时候我另外一个 它里面其实有放了几粒 石头 可以给你玩 它这样摇摇摇有声音的 这个刚好没有 嗯 嗯 是说还有不同的 这个就是normal的啦 就是我们的这个 啊这个就是normal的 嗯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这些都是不同的石头的 啊 都是不同的石头 还有你说除了石头还有什么 那个原材料吗 ok 除了石头 其实我还有一些啊 这个是木头来的 这种就属于乌木 乌木 啊 这些都是木头 其实都要比较硬的 硬的 硬的材料 嗯 我们才有办法刻 这是木头 所以刻木跟刻 石头有什么不同呢 呃 它的刀不一样 因为木头其实它有纹 纹路 就是那个年轮 那个annual ring 所以有时候 你要找到那个方向 嗯 石头它 我们比较听话 石头比较听话 就是你要的效果 你设计这条线 它不会断掉 嗯 有些木头或者其他材料 可能你刻下去 它会崩 啊 因为没有跟那个线 对没有跟那个年轮 所以其实 我们用的刀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嗯 就是刻石头 跟刻木头的刀 有一些不一样 嗯 可是哪一个比较耐 当然是石头比较耐了 啊 石头比较耐 对 可是有 木头有很多很好玩的 哦 好像庙哦 他们都比较喜欢用木头 嗯 因为一方面 石头比较重 所以可能如果它掉进水里 它就会沉 嗯 但是木印有些轻的 它其实会浮在水面上 嗯 所以其实看你的用途 哦 看你的用途 很多那些庙的那些印是木印 哦 那些比较大的 ok ok 所以除了木印跟石头印 还有什么 呃石头其实也分很多种 哦 很多种 石头这些是石头 然后其实你刚才拿这个 其实这个是石头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烟 嗯 那种写字 我们磨磨的烟 ok ok 啊 这个它就比普通的石头硬 是 所以可能有些我们要用那种电钻 哦 当然你也可以用刀刻啦 只是比较难刻 是 其实这个是一个烟台来的 就是我们磨磨的烟 是 所以石头也分很多种 嗯 因为石头啊 你看石头它也有分 好像我们讲的玉 玉石 玉也可以 玉也可以 但是玉也是很硬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要用机器 机器 玉啊 玛瑙这些 哇 这都是这些属于 precious stone 这些precious stone 玛瑙这些 所以这些就 你可能需要机器来看 嗯嗯 可是他们也属于石头 但是 不是我们刻的 我们刻 我们刻比较熟悉的 就好像寿山 嗯 清田这些清田石 这些就比较软一点的石头 嗯嗯 然后也有 这个 陶 陶土 Ceramic 哦 Ceramic也可以刻 Ceramic啊 也可以刻 Ceramic不是很软吗 啊 要烧 要烧 Ceramic有几种嘛 有一种是air dry的 嗯 那种就很软 然后这些都是有烧过的 嗯 当然不可以烧到 变成瓷啦 瓷就太硬 瓷就太硬 可是Ceramic的就要小心 这种掉就会 裂了 裂或者碎掉 是是是 哦 所以这个是Ceramic的 Ceramic的 嗯 还有一些 有不同的 其实还有多一些 这个也很好玩 其实这个 不是石头来的 这个不是石头 你要不要猜猜是什么 哦 感觉很像石头 很像石头 又有闻 可是你摸起来 你摸久了 其实它跟石头有一点不一样 嗯 它没有这么冷啊 啊 对对对你讲到关键 石头你摸它都有一个冰凉的感觉 其实这个是属于塑料 就是啊 或者他们用这个石头的石粉摸了 他们把它 混合成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自然材料 它是比较人造的 哦 好像这样 废物利用这样的 它是属于塑料 是是是 嗯 它看起来很像石头 可是没有那个 那个 你摸起来 你自己摸就没有那个石头的质感 是是是 看起来就ok了 所以这个比较便宜 呃 这个还好 嗯 因为这个它其实它的雕工挺漂亮的 是 因为其实它这一种 它是在仿 那个寿山天皇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天皇石 就是很贵的一种 硬材 哦 ok 然后它也有那种雕刻在上面 刚才我们说到 我们也可以用 不是石头的那个原材料 对吗 是是是 好像这个也是石头 啊这个也是石头 这个也是陶瓷的 是 所以这个石头也是 哦 是不是因为很漂亮的那个石头的图案 啊 这个是上右我们讲 上右 啊 OK 所以石头有一点好玩的是 就是它们可以设计那个 啊 上面它们要的东西 或者它可以涂它要的颜色 是是是 然后在下面才刻我们要的 啊 ok 然后刚才这个是又是什么 这个是木头 木头 哦 可是就是跟这个木头不一样 对对对这个不一样 这个比较轻的这个 啊这个比较轻 这个其实有一点香味 啊 它是属于檀香啊 檀香 但是我不懂是印度还是什么的 檀香 檀香就很贵啊 不是吗 它有一点有一点味道 你闻是有一点味道 嗯 是 ok 然后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 ok这个是石头 这个是石头 这个就是铜印 铜印 啊就很重 铜印 嗯 可是 为什么会用铜 ok 其实 石头 不是最初的原材料 哦 其实更早期很早 他们其实都是用铜印 哦 很早的时候他们都是用铜印 很早的时候 是说我们 不懂哪一个年代的时候 是用铜印的啊 是 ok 在石头 在这些石头十张苦极之前 嗯 其实很多那些王帝帝王 他们 帝王都是玉玺嘛 是玉玺 有一些是玉 有一些是铜 哦 所以之前哦 他好像之前那些文人牙石 没有办法自己磕 嗯 啊 当时其实他们是要请工匠 嗯 好像同意他们其实是要请工匠来磕 嗯 或者铸 有些他们是铸的 嗯 所以刚刚开始很多那些印章的形式 可能很简单 嗯 啊 就是 就是 他们是用铜 其实后来才比较普及用石头 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用石头 不是要用继续用铜 早期他们是要很坚固的材料 所以有些可能他耐烧啊 或者他不会这么容易脆啊 所以当时他们是用铜 是 然后后来其实到了甚至糖以后 他们才比较喜欢用石头 因为后来他发现石头可以钓啊 弄出很多不同的星星 因为这个就比较 这个就比较难啊 对 还有比较闷吗 因为真的是有点像 嗯 没有什么 以前都是小小的 啊 之前都是小小 是 后来变成这种可以欣赏的 就比较花俏了 这些花俏了 都是比较厚来的 也可以收藏的啦 所以比较多可能性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重了 石头比较轻 你看这个这么大的石头都比较还要轻 是是是 所以以前是讲求石用性啦 是 后来就夜晚他们就越多花招 嗯 是是是 可是用铜雕会比较难吗 呃也是硬咯 也是硬 就跟那些玉一样 就是它的硬度 是很硬啊 之前是要请一些工匠来调 哦 所以现在这个就 比较普及化 我们人民都可以自己来调啦 是是是是 这个要只要师傅才 是 有机器才可以调 因为早期早一点 其实印章都代表身份 所以只有很像王帝 嗯 或者好像将军 他们要打仗 他们要出征 他们才改 还是那些文武百官 是是 嗯 所以从铜才变成石头 然后这个呢 这个其实也是类似那个 这个 啊 这个是那个 Ceramid 不是Ceramid 啊 燕 也是燕 燕 噢 它的颜色很不一样哦 嗯 很摩登的颜色 很摩登的颜色 这个是我们看的 现在最 而且上面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 有钓两个金蝉啊 蝉蝉在汉蝉 这个有点 旧 fashion版 下面这个就非常的 摩登的 非常适合我们的 现在的家具 或者是现在的 嗯 其实石头很多种 它还有一种是很像 我们叫木纹石 这个就好像那种 木的 木的那个年轮 嗯 是是这个 这个就很摩登的 OK 嗯 然后你刚才讲这个 哦 这个其实就是 我说它有那种雕刻 四面的雕刻 四面的雕刻 啊 所以一面 两面 三面 四面 嗯 这很漂亮的石头 这些就收藏价值比较高 嗯 跟这些一样 是 可是我们也是 我是想问你说 我们也可以用好像 刚才我们想说 这个就是 就再循环的那些材料啦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再循环的材料 来做这样的那个刻 可以啊 OK 因为其实我还知道 也有一些人 他们用 rubber stamp rubber stamp 就是很像塑胶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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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也是 他们刻在那种橡皮擦 有一些人玩玩 但是那种是比较以玩的性质 啊 啊 啊 嗯 所以其实 这个刻有很好玩的地方 你可以是整个 印章的那个大的形状 你也可以 看它印的那个 不同的那个 啊 啊 我们讲这个是印面啊 印出来的那个 印面是有不同的 好像这些它印出来的效果 是 然后还有第三个部分 就是你可以印出来的那个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外面 看它的下面 然后 印出来的多一个 嗯 所以很多 可以收藏的方法 嗯 还有这个 这个也挺好玩的 啊 这个 这个就好像那种俄罗斯套啊 Russian 它是一套的 甚至它还有一些哦 有很小可以装的 但是我没有 啊 因为那种很不容易找 啊 好像一个小的可以套进 啊 就是像那个Russian Russian door 它还有几个 这个只是两个而已 有些甚至有四五个 就是从小小的 可以放进越来越多 还有很好玩的 因为每一个下面都可以刻嘛 啊 对 这边也可以刻一个 然后这边也可以刻一刻 所以除了那个印章外面的话 下面也可以刻 嗯 所以很多不同的 方法啦 也可以不同的 是 刻和玩的方法 所以刻在它的 石头面上那个叫什么 呃 这个我们叫边款 边款 旁边的边 哦 边款 它边边的边啊 然后 款就是很像你落款 好像你写字 是 我们是叫落款 这个是边款 哦 也是款啦 款式啦 就是刻一些文字 然后最后可能有刻年份 作者 所以刻 就好像把书法 可是把它刻在那个 刻在石头上面 嗯 好像不是很难刻 还ok啊 嗯 是写然后再刻吗 还是 就是跟我们刻那个 设计啊 是先写 对 先写然后再刻 可是边款 有时候我也直接刻 直接刻 如果不太难的话 有时候如果是签名字 有些我直接刻 哦 当然有一些好像这一些 啊 这一些我就要先设计 然后刻 设计然后再刻 其实有一些文字的部分 可以直接刻 嗯 就是说不管是在边款 或者是在下面那个叫什么 这个是硬面 哦 所以硬面跟跟边款 都是同样的刻法啦 嗯 类似对 类似同样的刻法 嗯 只是这个不会 嗯 改啦 然后这个会 这个我们不会拿来 改 但是我们会用一个好像 啊 我们通常会用抹 然后把它弄出来 哦 好像这些把它弄出来 okok 所以你才可以也要 这个是叫边款 嗯 但是啊 这一种就好像 嗯 ok 你记得以前小时候 他们拿那些硬币吗 嗯 硬币 然后放一张纸在上面 嗯 用铅笔这样刮刮刮刮刮 其实这个就是类似 哦 ok ok 这个就是类似 就是我们 啊 把一张纸放在上面 然后用那个墨慢慢 我们是讲 就很像 啊 你知道我们讲那些碑吗 嗯 好像我们写字 盐清理碑那些碑 不是刻在石头上 是 过后他们就用一张很大张的纸 附在上面 是 然后塔出来 其实就是类似这个 哦 那个效果 所以很多传统的那些书法 你看 诶 为什么它的底都是黑的 嗯 字都是白的 嗯 其实是这样 嗯嗯 其实它是刻在这种 石头上面的 是 那个蚊子 是 像方法一张纸 然后把它放那个墨在上面 啊 放那个纸 然后墨是放在 墨其实 它是一点点一点点弄上去的 哦 它把纸放在上面的 我们有一个塔包 嗯 就好像一个图片这样 嗯 然后它就会慢慢 啊 点点点点点点 嗯 然后这些其实是 伸进去的 它就是白色 嗯 是是是 啊 连那些在 这个表面上的 我们用那个墨的塔包 它就出来黑色咯 所以慢慢这个 文字啊 那些就会出来 这个就很像木刻吗 嗯 我昨天好像听到 有一点类似 有点类似 差不多 是哦 有一点类似 嗯 OK 所以这些也会把它印出来 所以可以把它 这些也会把它印出来 嗯 嗯 OK 所以吧 这个是为了要看啦 不是为了要 是 因为你一看到这个 你就知道这个石头多大 哦 大概啦 因为你从底下 其实看不出 哦 因为你只看到它的下面 你不看到它的上高 啊你不知道这个石头多高 是是是 可是通常我们踏了这个冰块 我们大概知道这个石头有多大 哦 啊 你看得出 所以就有立体感呢 有立体感 不然的话你每个都是只是看到下面那个硬的部分 嗯 嗯 OK 那这些是你自己出的书吗 呃 这本是萧桃的 萧桃的 这本是我去年 呃 书画 书画壮课展的 然后我 的印章的书 它就有一些这些 盖出来的 然后它比较好玩的 再有一些呢 这些 这些就很像你讲的咯 这个刚好是牛年了 2021 然后我就刻了牛 其实它有一些好玩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讲的印章的那个 那个石头 就大概这么大 然后这个是下面的那个印章 对对对 嗯 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它有很 以很多形式来呈现 嗯 呃 呃 这个就听语 好像下语这样 嗯 嗯 啊 这个就把它弄成像一条鱼 刚好是有鱼啊 就是年年有鱼 嗯 这个就比较形象 那这个是为什么有这样 哦 这个是因为它是那种狮 哦 狮子 它是 因为它不平嘛 所以你弄的时候可能 看不到全部 它就出来 它就出来这样的效果 对对 这些就是有钮的 哦 就是这个了 就是类似那种 对 它有很多不同的 对 甚至有一些建筑物 我也有刻一些建筑物 呃 这一些 嗯 嗯 ok 这样我想问的话 好像上面跟下面会 呃 呃 配合吗 就是好像这个设计跟上面会 会一起配合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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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是很一样 但是都有关联 啊 都有关联 是 所以好像这个是讲赫的 什么诗啊 还是 是 就啊 刚好是配合我的内容啦 因为咸云也和嘛 我就写 我就提不食人间烟火 嗯 以事无争啊 嗯 乐逍遥 就讲那个乐好像很逍遥 然后这个是配一个图画 嗯 所以上面这个也是你课的 下面也是你课的 嗯 哦 ok ok 这些也挺好啊 啊 这个不是很难课 很细吗 这个 对啊 这些图画 我也有一些图画章 大家可以看 ok 啊对这些就要设计咯 然后有时候就要看它的效果 嗯 你还要把它反过 这样是 啊对咯 这样设计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呢 是呃 是笔 笔跟纸吗 还是用iPad 笔跟纸对 有一些现代人会用iPad 但是我不会 通常我是用纸 然后你可能设计了好几个 过后你就把它弄在石头上 啊 可以可以可以 好这样我们再看 可是你有说印章也可以很多好玩的对吗 好像这个是什么Covid的 啊Covid的 是 嗯这个叫什么 封城 封城 封城印 印痕 印痕 这个那个是痕 嗯 哦所以就是印那些跟 但是我们在 跟Covid的 对 我们在 lockdown的时候的一些感想啦 是一些感想 嗯 嗯 很好玩的 我们不是用诗 也不是用画 可是用印章来反映我们自己的感觉 嗯 这个好玩的是 啊它是以可能比较小啦 这个是以 蜗牛 蜗牛 蜗居嘛 大家都lock down在家里 是是 啊这个蜗 蜗居你看 有一些人在家 有些人不在家 哦 它是有一点像那个 HTV的concept嘛 啊 一个一个小小的unit 哦 所以是一个一个blog 一个blog 啊 它有一些好玩的 甚至有一些好像 他们 有一个是麦当劳关的 哦 对吗 啊刚好 刚好那个时候 Covid 嗯 还有很多不好玩的 这个是 啊 也是在 WiFi在家 哦 刚好就是 一个我的朋友科的啦 在办公 啊在办公 嗯 是是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 所以其实 其实这样 一米距离 哦 一米距离 哎呀 真的非常可爱的 嗯 嗯 好多个啦 你可以 所以是说我们 不一定要刻很 很 很 很严肃的题目了 不需要刻很严肃的题目 随心所愈刻 好玩的部分也可以 大家抢Maggie面的时候 哦 抢Maggie面后面抢车子 还有午餐肉 对 哦 OK 超酷 哦 这本书很有意义哦 对 是是消桃印的 消桃印的 哦 是是是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本 我们捐给了 博物馆 哦 印了一本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以那种折叠的形式 好像 哦 像一个扇子这样 整个的 哦 是是 那个也是很好玩 哦 这个可以收入啊 这个可以收入 这个 其实 它 里面的 我们所说它的题材或者内容 也可以很现代 是是是 也不一定要刻股诗词啊 什么 对对对 对对对 也可以刻好玩的地方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 它怎么样 所以你们热爱那个壮客的人 是为什么 好像同样一个 好像刚才我们在印尼距离 对吗 你也可以把它画出来 可是为什么要把它刻出来呢 呃 刻出来哦 OK 刻出来它其实它有 跟画有一点不一样 嗯 它有 它这种就可以当成好像print 啊 就好像你可以一直覆盖 是 然后它也比较3D 有一些人其实就是喜欢玩嘛 哦 他们喜欢看那个石头 有些石头美美的 他们喜欢玩啊 什么之类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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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立体的啦 啊它是立体的 是是 所以我的一位朋友 他也有说 他也是搞这种ceramide的 啊 他其实说它也有 一点像mini sculpture 啊 对对对 有一点像小小的雕缩 其实它有一点像雕缩 是 所以它比较3D 是 所以有一些人好玩就是这样 嗯 然后你也可以盖 对你也可以 你可以一直 啊可以 不是说一幅画 你可以盖出来 你可以盖出来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也可以 然后西方其实也有 西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有那种wax seal 啊 就是好像一封信 它不需要 它不要人家打开 是 那个信封 对 其实它有放一点蜡 然后其实它也用一个印盖 盖下去 就是把它封住 他们叫封泥 也是有这样的形式 但是他们是以英文 然后以一些图案 嗯嗯嗯嗯嗯 这样我觉得就是 他们现在才了解到 因为又有立体的那个感 看的时候你起码 起码还可以看得到那个3D的感觉 然后又可以玩 然后印 刻了之后又可以重复的 在不同的地方印 可以重复的使用 是 不只是一幅画 然后我们只是这样看了没有办法 不是很有趣 是是是好 真的是有点像雕塑了 下面像雕塑 他们可以把玩 嗯 可以抚摸这个 然后其实你越玩越久 它越亮 哦 它好像我们讲有爆浆 啊 它就越来越亮 嗯 因为其实这些石头 我们都有打磨的 弄给它抛光给它亮 嗯 都是这样 它有一个质感 是是 又可以写字 又可以画画 然后又有可以做雕塑 嗯 是非常好玩的 OK 现在我可以了解 为什么他们喜欢玩转刻 嗯 这样我们就是现在请你 刻一方啦 是 做一个demo OK 现在这个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叫 呃 硬床 硬床 其实一样啦 那个也是 啊 啊 其实就把那个石头夹在里面 把石头夹在里面 所以它不会动啊 啊 可是其实有时候我是这样 握住直接刻 可是有时候因为你用刀嘛 啊 你要你要一两只手吗 所以 不用 所以你用刀 有时候怕那个刀会滑 哦 所以通常我们就把它 就把它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啊 它是叫硬床啦 也有一些人叫它 修clam还是什么 是是 就把它夹住 夹住 通常小硬我们都会夹啦 因为很难 我这种就OK 哦 因为等下微型啊 等下割到手 是啊 就夹在里面 然后这个呢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要把你夹吗 这个OK 这个是传统的 这个就好像 他们讲那种古董家具是 没有用钉的 哦 是刺笋的 哦 哦 所以它其实就 这些你就可以把它抽掉 哦 然后好像你的石头那么大 等一下 我看有没有石头 哦 好像你的石头 就把它放在中间的 然后再adjust 啊 再来adjust 这个应该也是太多了 这些我拿掉 拿掉 然后就用这两个 然后其实是 可能有一点大 不懂 为什么你放这个 这个angle 不是放square的吗 你为什么放 啊 你要square也是可以 也可以 刚好它是这样 你要square 它是有一个横的 你要square也是可以 哦 可以可以 然后其实它是把它夹起来 哦 一片薄薄的 等一下 这个就 这个就要一点时间 对 这个一下子就好了 这个就要一点时间 你把它敲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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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它是这样 OK 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刻了 可是你要拿掉了 几片 所以一定要吐出来 啊 一定要吐出来才比较好刻 啊 OK 不用吐很多了 其实它 你夹越下 它越紧嘛 哦 越容易control 如果你夹高高 可能不稳 有时候你大力可能它会移 OK 是是 OK 所以这个是traditional 这个是modern的 OK 所以我就比较懒惰啦 我就直接用marker写 其实真正传统 他们是 在纸上哦 然后可能用毛笔 然后过后 他也是用毛笔写在上面 哦 用毛笔做那个图案呢 啊 我是比较懒惰啦 可是你要写什么写 呃 常乐咯 常乐 经常快乐 常乐 两个字啊 啊 啊 OK 所以写字跟写画图都是一样的吗 呃 其实OK 它好玩的一部分哦 撞客 其实它就像ambulance这样 所以其实全部的文字 我们都要把它弄到反 flip 啊 图案有些就不用 啊 图案有时是可以两面 啊 有时是可以两面 然后我选常乐 是因为哦 这个字flip by flip 其实是一样的 常是一样的 乐也是 也是一样 乐也是 我是写繁体的啦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长乐 所以它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 长乐 这个 长 乐 哦 所以这个两边都是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我可能大概示范一下怎么排那个稿 对的哦 哦 你要这样去呃 说啊 对对对 怎么compose 所以其实哦 很好玩的 他们有时候好像你要看这个石头多大哦 嗯 他们其实 他们有很多方法 有些是折 有些是直接好像我讲 用marker画在上面 哦 你就懂这个 石头多大 嗯 就是你的 canvas有多大 啊我的 canvas有多大 是 然后长乐也刚刚好很好 它一般 嗯 然后你排两边 哦 有时候有多一点字哦 好像有时候你刻 三个字的 三个字的 OK三个字的看你怎么排 嗯 有些人是排他的 surname大一点 哦 然后他的名字 是 这个是姓名啦 好像我的刘啦 然后苏林 啊对 其实其实印章好玩的一部分哦 因为有些字很少话嘛 是 所以有时候 如果有一些人的名字哦 他也可以好像 好像你讲刘很多笔画嘛 是 是 如果是意义什么 他也可以排这样一点点 这个给他拉长 哦 所以他有很多排法 是 你也可以排四个字 很像你讲你的名字 啊 刘苏林印 也是可以 哦 所以其实你可以加的 很多形式的 所以 所以其实 如果那些有做commission rule的话 对吗 人家委托你做 就是说他已经要知道 他要怎么样设计吗 因为设计很多方法 有一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我那个freedom啦 我替他设计 但是有时候哦 太多给他选择也是麻烦 是 所以有时候我就几个设计了 然后看你的文字 你可以设计 怎么样 嗯 嗯 嗯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很 就是我们跟graphic design 也是很很 啊对 其实撞刻 撞刻 他们都讲三分 啊 三分刻 七分转 嗯 就是其实你的那个设计 会比较重要 是 因为你设计好了 其实你刻出来 大概他就会这样 如果你的设计不好 可能你要再重新做过 嗯 啊 所以其实它有一个设计的部分 它有一个设计的element在里面 是 是 还有设计的部分 当然是要非常 呃 非常知道认识这个 好像画面有多大 是是是是 然后刻的时候出来的印是什么 效果是什么 白的部分 黑的部分 然后哪里 因为因为那个画面其实很小的 对对对 所以你要好好地安排那个细节 其实这两个字还好刻啦 如果你刻多字 就真的是要安排的 嗯 准一点 嗯 通常我们都写咯 好像长了 其实传统是这样的 就是右到左 是 但是因为我们把它反过来嘛 是 所以它其实就刚好是这样 长 呃 都是以比较传书的方式啦 嗯 因为看它很多这些字 其实是有一点四方四方的 square-ish 所以这个勒 有时候我就把它拉长咯 这样 嗯 刚好是这个勒 嗯 嗯 嗯 就把它弄成像 像比较多线 直线啊 直线啊 好过弯线啊 对因为弯线不容易刻 通常我们刻哦 其实都是比较直的 然后我们可以转那个石头 是 就是你可以这样 是 有时候刻倒反 对直线会比较容易刻 那个弧度会 稍微有一点难度 是是 啊 长的 有些人其实就是设计了 他把它这样反过来咯 啊 啊 所以你盖出来就是这样 啊 啊 啊 如果你设计这样哦 你盖出来那个字就是反的了 啊 啊 所以如果在纸张的话 就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出啦 啊 有一些人他们用镜子 啊 他们有用一个mirror来check 嗯 就是好像他设计了过后哦 是 有些壮客 他们工具很多 他有那个小镜子可以这样check 哦 或者写在石头上哦 嗯 把这个写在上面过后哦 他用那个mirror check 哦 所以你没有这样的工具也是 呃 有小镜子的工具啊 有但是我没有用 哦 哦 我没有用 OK 所以先就是画那个 我们要的那个 我就把它设计上去 设计上去 然后就是这样 它其实有很多种matter 嗯 我都是 我比较懒惰 所以我就直接上 它有一种是 它 我们讲是像拷贝纸 有一点像tracing paper tracing paper 所以你可以把它弄了哦 啊 放在上面然后放水 啊 tracing上去 放水了哦 它的那个墨 这个marker不可以了 它的墨就会慢慢跑进去 它们就打打打打打打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印在上面 哦 啊 还有不同方式 然后最传统的就是用毛笔写上去 用毛笔写上去 就是好像这样 可是为什么都是 呃 毛笔就是一定要用 呃 黑色的 笔啊 也不一定 看你的石头 哦 啊 其实也是有一些人 呃 他盖了那个印泥红色 嗯 然后他用黑色的 很多不同的啦 因为石头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其实主要是你看得清楚 嗯 我还知道也有一些人用那种 go marker 你知道那种bain的 那种摇摇摇的 是是是是 他们有时候用白色 还是用什么 其实无所谓啦 无所谓啦 它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过程 所以你怎么把它弄上去 其实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OKOK 可是毛笔会比较 你啦 毛笔会比较美 而且比较穿 哈哈哈哈 我就把它写上去 OK 通常我就会一样咯 我就会half 那个石头 你也会画那个 不需要刻啦 这条线不需要刻出来 哦 这只是让你安排那个 composition 构图 所以我这个我就刻白纹啦 嗯 比较比较快 不然你要把全部的刻掉 白纹就是我只是刻这些线 啊 是 白纹就是 是 带出来哦 那个这些线哦 是白色的 背景是全部白的 啊 这个就比较省实啦 如果我刻 the other one 就很浪费时间 所以设计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 哪个地方是白的 哪个地方是 印的 呃 其实你要看你 如果是你要的效果 对吗 如果是你有顾刻的话哦 可能你就要问他 他要什么 因为可能他已经有了 一个白纹的印 他要一个 珠纹的 是 哦 哦 珠纹就是那个背景啊 珠就是那个印 珠就是那个字是红色咯 嗯 所以那个就要刻比较多了 啊 那个就要 这个哦 白纹就是刻那个线 对 那个珠纹就是要把线留住 全部提他不要的刻掉 嗯 这样不是很难 啊 可是他就出来不一样的效果咯 嗯 好像你看 这个书本哦 嗯 这个就是等一下我要刻的啦 就是白纹 啊白纹 就是 就是我用这个刀 我刻 那个字而已啊 可是如果你要这种 你看 你要这样的 这种的就 啊 所以看你的效果咯 哇 现在很细吗 其实 那个口你看 那个中间那个空位 啊 是 所以其实撞刻 就是白纹比较容易啦 白纹比较快比较容易 嗯 可是有时候这种珠纹 你可以慢慢修那个效果 嗯 但是撞刻有一点是可能比较欺负 眼睛啦 跟手 是 手要很稳 然后眼睛啊 年级大一点的人就比较难 等一下我还要 啊 加出这些线嘛 滴根这些线条 是吗 要一点点 这个是第一 第一次写 然后再加 然后再加 等一下我就会再加啦 嗯 因为我们要刻那个 我们要刻那个线是吗 嗯 我们要刻掉那个线 所以要厚一点 我要加给它粗一点 嗯 这个是很细心的工作 啊 对 可是你做久了 你会 比较熟悉啦 嗯 会培养耐性的 其实 哈哈 要很快要的人就 哇 很慢耶 对有一些培养耐性 是 我选择这两个字还好啦 但是有一些字 可能 我排这个稿 我可能要排十多次 然后可能有时候 有时候 跟画画一样 有时候隔天你再起来看 好不好 好不好啊 有时候 推敲一下 不满意再改 嗯 所以可以了 我就可以刻了 这样刻一个要刻多久 嗯 其实 其实很快的 这个可能我刻 等下我刻可能 15分钟 20分钟就好了 哦 所以设计的部分才 需要画一点字 可是有时候你刻了 你盖出来不满意 有时候可能 你有在抹掉 有在刻 所以那个时间很难讲 啊 有一些那些建筑 其实我设计了很久 然后过后我才刻 嗯 所以它就跟一个画一样嘛 人家很喜欢问 哦你画这张多久 可能你做那个 development study 很久 可是你画那张 可能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是 所以它多久不一定的 不一定 OK我就开始了 OK开始刻 嗯 OK所以现在这个是什么 普通的 啊不是普通的刀 这个是装刻的刀 啊装刻刀 所以装刻刀是flat的了 啊对 我们这种是叫平口刀 平口刀 平口刀 就是这个平啦 平口刀 嗯 因为它就比较好刻咯 嗯 我觉得你是用很多力吗 还是用一点力 啊 其实用一点力 OK 它其实就很像 我们传统上开罐头这样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啊 啊 嗯 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triangle 然后我们就把它连起来 嗯 你就向前推 嗯 嗯 嗯 还有要要多厚呢 要一 呃 其实这个我们看 然后要多深 也不需要很深 可能差不多像这个这样 嗯 其实可以盖出来就好了 啊 OK 可是就是说深跟浅没有 对设计没有 有关系 啊 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太大关系 啦好像你放它深一点 浅一点印出来 有没有不同的效果 嗯 会稍微有一点不同的效果 可是看你的设计 嗯 我这两个字还好 如果你讲那种图案哦 啊 很多很多很多细节的哦 是 那种就没有办法刻深 哦 这个你还要玩的话 还可以特地把这一 这一笔刻得很深 所以他说印章有一点好玩的也是 等下你试看你就知道 嗯 你盖出来哦 会有一点不一样 嗯 啊 它会有一点变化 甚至有时候看你怎么沾那个印尼 也是 沾印尼也是会有变化 哎呦 嗯 苦哦 因为有一些人的印尼比较干 哦 所以不同的那个那个印尼的那个 嗯 颜色也是有关系 哦 因为 我们通常看到的是红色 但是红色它也有深红浅红嘛 是 可是我都很 那一定要是红色还是黑色吗 不可以有 这个颜色我稍微跟你讲 粉红色还是蓝色 其实有 但是第一就是少 所以粉红色那些就会贵 所以其实最常见的是红色啦 嗯 然后还有白色啊 黄色啊 金色 嗯 嗯 然后你提到的蓝色也是有 蓝色黑色我们尽量都很少用 为什么 因为传统上蓝色黑色其实是我们是写记文 就是好像你的老师过世或者他们写那种记文哦 记蓝他们才用蓝色 哦 但是图案 其实我觉得OK 蓝色黑色都还好 字可能没有这么 字就 有一些人是想要避嫌的 是是 哦 可是 哦 就是说一定要用那个 传统的印尼吗 你不能用好像 油的颜色或者是亚克力的颜色来印吗 啊 亚克力其实有一些人有尝试 其实是OK 只是 呃 你要看 你的那个颜色会不会跑 因为有些人如果用颜色直接印哦 嗯 我的学生用颜色直接印哦 嗯 你可能脱底你的作品它会跑 脱底 那个颜色会跑出来 哦 不是说 这些这些就肯定不会了 我们传统的 啊 传统的那些就不会 可是有一些 呃 有啦 也是有一些人用aculite盖 aculite还好 aculite不会跑 嗯 那个颜色还不会跑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完成了啦 已经课完了 其实它还有一个 几个步骤啦 OKOK 差不多啦 然后我就刷了 哦 所以呢 刷掉那个 刷掉那个石粉 哦 酷 很多啊 其实 要很多的 所以其实因为你不要这个石粉沾到你的印尼 哦 你要把它拿掉了 可是为什么不要just inverted呢 有时候你倒它还是卡在里面 哦 OK 嗯 嗯 然后破后其实有时候哦 这一刻 我们啊有时候修一点 还是有时候我也有敲边 敲 就是好像敲那个边 因为你不要它整个很直 有时候它我就用那个刀的破面 我敲 给它好像有一点残破那种 哦 哦 那个 Rugged的Effect 不要它四四方方 有时候我用那个刀敲 可是如果敲得不好 等下弄它怎么办 大概啦 有时候我们在修 哦 这是故意让它有点 让它没有这么直 好像rubber stem这样 是 太直就好像rubber stem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故意弄给它好像 好像石头 你好像那种石碑的感觉 嗯 啊 对 有一些我们甚至可以给它 可以 有一点破啊 弄给它破 他们讲的艺术处理手段啊 比较有artistic的Effect 是不然的话就是真的一个square的那个 啊不然就太四方了 是 所以有时候我也修 有几种啦 也有一些人过后 他们拿那个石粉放在里面修 石粉放在里面修 为什么 什么是为什么要把石粉 放那个白色的 有些还是他们用 那个baby powder 哦 因为你看不清楚 哦 给它看清楚一点 哦 现在这个还ok啦 所以差不多好了 我就跟它盖出来 嗯 ok 这样就ok了 哦 ok 通常我会盖了 过后我才会修 哦 其实那个是很minor的adjustment 盖了之后就有很多颜色的吗 啊 对盖了之后你就可能要用那个 可能要用啊 纸插一下 哦 可以洗的吗 可以洗 可以洗 但是你盖那个印泥之前哦 你还是要跟它弄干 不然印泥也是会发霉嘛 哦 啊 啊 我听说印泥会发霉 通常他们是弄一坨的啦 是 弄起来 这样才比较好盖 因为你全部都要盖到嘛 哦 好像我盖哦 你看 我盖印这样 哦你是这样啊不是 像他放makeup这样 还没有还没有动到嘛 你看还有一些 所以你要check一下 你再盖 哦 像makeup这样 你要确保整个都有盖到 嗯 这边还有一点点 不然你盖出来就白白了 很像我讲说 有时候其实盖印也是考功夫的 不然你盖出来那个印有时候check一夹 还是有时候你打打打 这个corner没有盖到 是是 可是如果你要不同的效果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技巧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技巧 嗯 ok 来查一下哦 全部都有盖到了哦 要用很多粒吗 其实不用啦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这样 嗯 要上下左右 就上下左右啊 很黏哦 啊对 它其实因为它有fiber嘛 哦 所以它才会capture 它会刺住 你看 哦是 我的印尼是比较湿啦 因为我撞刻 通常我要很细微的 有些他们的印尼一直用 就很干了 嗯 我们有刻印其实就比较烤旧那个印尼 嗯 盖出来就这样 cool 啊 就是我们的藏了 那个效果 嗯 漂亮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 刻那个白 刻那个字的部分呢 嗯 白纹呢 其实我的印尼可能还沾不够 这个纸也是 哦 觉得沾不够吗 为什么 还有一点白白 哦 因为那个contrast没有这样 嗯 可能我盖一个 给它清楚一点 可以可以 等一下我盖一个给你 给你 过后你才盖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通常我们盖印的话 啊 有时候因为 不是整张纸 通常我们盖印的话 我们用小张一点的纸哦 哦 其实它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哦 为什么咯 呃 因为 好像我盖了印过后 嗯 其实真正他们盖印 他们有用指甲刮一下 给它再平一点 哦 因为这个纸我觉得它有一点粗 所以它出来就这样的效果 是 有时候我们刮 刮一下把它弄成有什么 啊 给它划 有些人用很小粒的石头磨一下 给它划 哦 然后盖印出来它效果就会比较好 哦 等一下盖出来给你看 OK 其实盖 然后过后 没事 过后这样哦 嗯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 补一下 哦 所以小张的纸就可以这样 小张的纸就可以这样 它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很细微 very precise的 嗯 这个还看不到 你可以用汤匙 啊 汤匙也是可以 因为我们做木刻 它可以用汤匙 啊对 他们其实都可以啦 就只要是滑的 嗯 你这样你就可以看很清楚了 嗯 所以你看我拿出来哦 啊 它就真正有那个效果 是 你看我们刚才那两个 呀 它就有分别 你看这个红呢 就very even 这样另外一个问题是 好像那些如果这个是你刻的吧 你怎么样签名呢 呃 在这个刻里面 我就是刻旁边的咯 那种编款 我有放我的名字 啊 编款是放 把那个印的印面那边是没有办法 放你自己的mark 印面没有办法 嗯 可是有 有一些人其实 他们 把他们的名字有些哦 可能刻在这种 空的地方 哦 你要把这个铲给它平就可以 是 因为这个印才是你的那个设计嘛 啊 所以好像我们的画面是这个的话 你的签名的在哪里 哦 通常没有 没有啊 通常印章没有 通常都是在旁边 因为它是整个一起的 哦 它是整个 你要买的话是整个啦 整个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刻了 对 好 我们今天就跟志豪谈了很多 让我非常了解 不是非常了解 对于壮客有多了一点的那个知识 还有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好玩 嗯 嗯 可以玩上面 可以玩下面 然后印的时候又可以玩不同的方法 嗯 所以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一种艺术了 嗯 嗯 好 这样我们今天就 谈到这里 以后再跟你 多了解一下 不同的钻刻 还有不同的深奥的地方 OK 好 这样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本地画家 我们下个星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欣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